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集会与大家分享实用的台北自由行资讯 首先就是台湾现在最新的入境要求 之后就是当地交通、上网卡、唱钱、退税等等的资讯 影片下部份就会与大家开箱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开箱台北新乐城的酒店评价一下好还是不好 第二就是开箱我在台北买的手信给大家看 好了我现在就先和大家分享台北自由行的实用资讯 如果你在过去14日内没有任何新冠病征 你去台湾之前是不需要做健康申报的 无论室内室外搭车都不用戴口罩 简单点说你在过去14日内没有任何新冠病征 你现在去台湾就好像你以前去台湾一样 完全没有任何限制有病征的话就要网上填健康申报表先 但是这里我就不多说了相信大家去旅行之前都应该没有不舒服的 整台证方面好快讲一讲持有特区护照在香港出生 又或者大陆出生而曾经去过台湾的朋友都可以在网上申请台证 即时就会知道审批结果的费用全面 持有特区护照在内地出生而未去过台湾的朋友 就可以透过网上另一个系统申请台证 审批的结果是需要5个工作天的 费用是台币600元 出发前我就去了上环的牛记唱钱 四日三夜的旅程我就唱了港币5000元 有些朋友喜欢落地之后就在当地的跪元机按钱 但是我自己就没有这个习惯了 因为你要在香港开通了卡的海外提款功能 才可以在当地按钱 还有我自己就喜欢带些现金出发 感觉上就会比较有安全感 落地之后弄两张卡 第一张就是上网电话卡 拿了行李之后一出大厅 转右手边有很多的电讯卡卡 可以买上网电话卡 虽然有不少的说法 可以在鸭寮街买定先 但是我自己觉得在当地的机场买就最好了 因为香港买卡 我很担心在当地会用不到 我买了中华电讯卡5日5G 无限上网包半小时的通话分钟 都只是600台币 重点就是收得非常之好 有一天我上阳明山 去到山顶都还是收爆 所以好推介大家可以买中华电讯的5G卡 第二张要买的就是邮游卡 你可以当它好像八达通一样 无论搭车在便利店 或者一些大型连锁店买东西都用得 在台湾的机场和折运站 都有邮游卡的机器可以给你买卡 一张邮游卡的收费是500台币 不包括任何面值 买完卡后要自己额外增值 今次的行程我增值了1000台币 非常足够 再说说台湾的交通 台北主要的铁路有台铁、高铁和折运 折运基本上都可以去到很多台北的景点 推介大家可以下载台北折运高这个APP 可以看得很清楚折运的地图 由A站到B站要多久的时间 如果你要去远一点的地方 就可以搭台铁或者高铁 这两条铁我今天就不详细说了 如果折运去不到的地方 可以找一下有没有公车可以去到的 公车即是我们类似说的巴士 推介大家可以下载台北等公车这个APP 可以搜寻到你由A点到B点应该坐什么公车 还有可以搜寻指定的路线 例如我想搭多少号的公车 我就可以在这个APP 看到这辆车有什么站 还有多久这辆车就会迈站 可以预计时间什么时候搭车 和大家也不怕miss了下车的站 我自己实测过这个APP 显示的迈站时间都很准时的 除了折运和公车之外 第三个搭车的方法就是叫Uber 有些地方不容易折的士 叫Uber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都是用大家平时用的UberAPP 我今次在台湾前后用了四次Uber 四次都很顺利 秘诀就是你手动输入你身处的地方 就一定可以确保定位是准确 不怕司机找你不到 四次的经历都是2-8分钟左右 Uber 的车已经到 都真是很快很方便 如果大家想着某一个地方一日游的话 我就建议大家包车 网上有不少包车的资讯 大家可以自行参考一下 台湾亦都有退税的条件就是 同一日在同一间有参与退税的商户 那里扣物累计满台币2000元或以上 就可以退税了 退税是5% 参与退税的商店多数都是百货公司 大型连锁店 例如成品阿屈神市等等 他们会有大大的退税标志在店铺里 如果店铺是有退税的专柜 就可以在店铺里面即时 搞退税和拿现金 没有专柜的话 大家亦都可以去机场的退税机 自行搞退税 有些人可能在回香港当日 会放下行李在机场那里再出去玩 机场那里亦都有行李的寄存locker 每3小时就是80元台币 可以用折运卡 机场 讲完实用的资讯 现在和大家一起开箱我今次台北住的酒店 我住的酒店名叫LotoPlus行女站前馆 这家酒店是2021年才开箱的 挺新的 地理位置非常方便 在台北车站Z8出口 一出便是 樓下有些小店 现在和大家一起看一看 今次我订了三晚酒店房 房价是3,221元 平均一晚是1,073元 价钱不算很便宜 但新酒店来说都可以接受 酒店楼下的小店都OK 挺有特色 对面还有一间便利店 酒店位于一间商务中心里面 某部分楼层就画了做酒店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商务中心的大堂 我们要上4楼酒店的24小时服务处 来到服务处 环境完全不同了 这一层除了是酒店的接待柱 全层还有很多打卡位和小朋友的设施 好像一个游乐场 都滴适合家庭客来的 现在带大家参观一下这一层有什么 The wipers on the bus go swish, swish, swish sw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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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sh The wipers on the bus go swish, swish, swish All through the town The wheels on the bus Yeah! 有洗衣房可以給你洗衣服和乾衣服 酒店響應環保不會每天主動收拾房 但有需要可以來到大堂和職員申請要求收拾房 有需要補給酒店的物資也可以來到4樓大堂拿 酒店將5樓至12樓劃分為主題館 24樓至35樓劃分為站前館 兩者分別都是樓層和景觀 我這次住的是站前館 位於25樓 放心所有住客都必須要拍卡才進入樓層 大家不用太擔心保安問題 現在和大家開箱間房 打開對門左手邊就是床 空間都順寬敞 空間都順寬敞 這裏就是廁所 電視機都順大 下面還有一個迷你雪櫃 看見景觀 打開窗窗就見到台北車站的景觀都順開 看這邊 景觀都不錯 順有私隱度 hidden 櫃檯也順大 厕所很大又够光满 很大块圆镜 上面还有电子控制板 应该可以调光度 基本的梳洗用品都齐齐 洗凉空间都很大 我自己就比较喜欢它这些很大支的洗凉液和洗头水 不是那些小支装的 就变了不怕不够用 不过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它们的花洒水力 就好像不是很足够 而且它没有清晰的指示 冷水热水和哪个方向是较大小水 这个位置就有少少不够细心 可能因为这里没有衣柜 没有甲板 没有梳化这些多余东西 令到酒店房的空间就大很多 感觉也是很实用的 场上就有几个挂衫的地方 我觉得其实都很足够的了 整体来说这间酒店10分的话我会给8.5分 地点真的没得输了 一落楼下就已经是台北车站 还有下面还有一条很长的地下街 楼下也有一些小店 基本上大家都不用担心肚饿 找不到食物 酒店房方面又新又干净 房间的空间都是很够大的 四楼又有很多打卡位 和一些小朋友的设施 我觉得是很适合一家大小的 唯独我要挑剔的地方就是 花洒水力不是很足够 和它没有冷热水的指示 还有一点就是我相信比较多人介意 酒店就不是传动 而是在一栋商务中心的某些流程 所以你一进门口的观感 就可能会扣了些分 但是我自己个人来说 我就不太介意 因为我上到四楼都已经是酒店的大堂 还有我觉得最重要都是那间房 所以整体来说 我觉得这个住的体验都是很满意的 现在就和大家开箱我台北买的手信 所以我们来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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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